Hi,大家好,Anthony 今天我就来说一下 我为我的Sony ZV-1 这一台小巧的Vlog神机 配备的必要的相机配件 第一,就是贴膜 大家都知道了,Sony的相机 用的时间长了之后 那个漆就特别容易掉 所以买Sony相机的朋友 就一定要贴膜 我贴这个膜是不是很漂亮 贴膜是必须的 保护你的相机,对不对 到时候用了几年后 你卖出去还可以卖到一个价格 第二,这台相机 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装三脚架这个孔 离这个电磁盖 实在是太近了 你看,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配置一个底架托 去改变你装三脚架位置那个孔 这个是优篮子的 也叫Yoyo Ring 反正这个牌子的东西都很好用的 我通常买性价比高 就这样子的 然后送一个螺丝 这样子的一个架子 对吧 那这个架子呢 你是配这一台相机 Sony的ZV-1 是特别需要去买这个底托的 然后它就是把它这样子 放在这边下面 然后把这个螺丝拧进去就好了 就那么简单 那么easy 加了这个底托之后呢 这个手感是很不错的 你看,感觉就是扎实了很多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它下面有9个螺丝转换口 你可以插三脚架 它哪里都可以 然后一打开来 是永远不影响你换电池 然后第三个设备呢 当然是要有一个三脚架了 我买的这个也是优篮子的 这个叫NT11 性价比特别高 对不对 打开来看一下 而且单独用这一个的话 你还可以作为一个手机的架子 你看 你不仅可以放相机 也可以放手机 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配件 是你只要弄弯 这样子弯 这样子弯都可以的 你看这样子 多方便 你可以把这个 拧到中间这个位置 那你就不用怕 你拍拍的时候 你要换电池了 你看 对吧 就是电池 随心换 电池就很轻易的拿下来了 而且它这边还有附加那些口 大家一直都知道 这一台相机续航能力都不是很强的 所以第四个配件 一定是电池 我买了三个这种 KIMMA的这种副产电池 我觉得三个已经够了 够一天拍摄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一个的焦距段 只有24到70 其实24这个焦段 它不太适合拍Vlog的 因为它不够广 会让人家感觉那个脸很大 拍出来效果视频 然后除非你就是把 加一个很长的那些棍子 对不对 然后那么长 那么长的话又觉得惯影 你知道没有 有时候拿久了手肯定会累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也是优篮子的 对不对 广角增加镜 也是没开 开箱 太危险了 OK 让我看一下 这个 说明书 哇 哇就这样子的 那么小的 哇 这给你晒好哦 对不对 它是由两个端口组成的 这样拧下来 一个是微距 一个是广角 它们用的话好像是要同时叠加在一起才可以用的 感觉不是太沉 那分量也不轻 然后它是有一个这个 广角镜的附加拖 然后把这一个用3M的胶纸 撕下来贴在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镜头拧上去就OK了 挺人性化的 反正也 哎挺不错 哈哈哈哈 总之呢 以后呢 就不用再背着这一台A73去拍摄视频了 A73的视频当然是好了 但这台也不可以小看哦 又轻 视频质量又不错 最重要的是不影响他人生活嘛 对不对 拿着那么大台相机 人家以为你干嘛 是不是 新闻记者 对不对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小小小小 小到芝麻都没那么小的 App主 App主 好了 今天呢 我的视频分享呢 就到这了 如果镜头前面的你呢 有对拍Vlog相机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是你要买拍Vlog的相机啊 Vlog手机啊 你都可以在下面和我留言 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 哪一台手机和哪一台相机 拍Vlog 性价比最高 质量又好 等你留言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分享啦 小弟在此感谢不羁啦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万事如意啊 龙马精神啊 财源滚滚啊 沙悠娜娜啦 拜拜